这个与前段的距离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与前段距离 例如说 我们与前段 与前段距离跟与后段距离 我们先来稍微了解一下好了 首先我讲这一个 这个标题二 这个叫标题二 标题二段落 我先开一个新的档案来去给你们看一下 例如 例如我现在 我打 例如说 阻止 说明 你看当我现在选到这个 阻止的时候 因为它是十二字形大小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前面 这个文字 它绝对不是用四行 就是以英文那个 如果你们写那个英文字的时候 四行 最下面那一没有用到 最下面没有用到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点到标题一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它把上面跟下面的距离拉开 好 我们来去看 这个东西就是与前段距离 与后段距离 最上面 就是字在这边 好 它这边就是与前段距离 这边就是与后段距离 好 那如果这个是标题二 你去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选到这样子 所以 我刻意 刻意选到这个是标题三 就是比较小一点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它的一个预设的标题 滑鼠右键 修改 有看到这边 格式 格式里面是不是有段落 针对段落部分 标题一它设定 与前段距离是九点 与后段距离是九点 为什么要设定成这样 就是方便阅读 好 那当然相对的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 你们可能要自己去讨论出来说 大概要设多少 我记得我们之前是这样设定的 可是另外就是这个是标题 我先改成标题二好了 标题二与前段距离跟与后段距离 当然要小一点 不能九点 好 那滑鼠右键修改 你去看一下 格式底下的段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与前段临航 与后段临航 但是它行跟行之间的航距 色高三行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之前准备的这一份文件 所以呢 这个是标题一 标题滑鼠右键修改 格式底下的段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与前段距离 有看到吗 一行 就是 就是我这个字 这个字的高度 好 那一行 可不可以打中文字 可以 直接打一行 但是 但是你要用正确的字 例如说行 这个字 在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可以看到12点 12点 与后段的距离 那是不是也可以设为 例如说一行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设为一行 其实一行就是12点 因为我们字大小就是12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点选 确定 确定 这样子其实是没有动的 12点 一行就是12点 好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标题二 滑鼠右键修改 然后格式段落 因为它是标题二 有看到吗 它就会 例如说 跟自己 跟自己接下来的文章 就更接近一点了 好 跟上面那个段落距离 还是维持一行 然后下面这边改成六点 就这样子而已 就是有做区别 好了 所以你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距离是比较大的 这边距离相对是不是比较小 因为上面距离空了12点 那请问你内文 内容文章 需不需要去设定什么 与上面与下面距离 不需要 我们为什么不需要设定 因为内文段落是不是比较多 比较多的 因为你可能会有图片段落 表格段落 然后标题一段落 标题一内文段落 标题二内文段落 有很多种 那还不如你就只要设定 标题与前段距离 与后段距离